大家好,歡迎收看區塊鏈每日新聞 今天是2024年5月13日 我是數字人主播阿美 今天關注的新聞頭條是 來自Grayscale Research Michael Chow 的精彩文章 比特幣復興是像手條公鏈的演變 Grayscale Research注意到 過去幾個月的大部分興奮點 都集中在比特幣開發者領域 如今,比特幣構建者修區內 4月2017年初以台方的萌芽階段 當時去中心化應用程序剛剛興起 比特幣世界至2024年5月市值最大 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區塊鏈 迄今為止主要充當轉帳平台 符合其最初的日期目的 與以台方等使用更豐富的編程語言 可以促進去中心化金融 和其他高級應用程序的智能和約平台不同 比特幣腳本傳統上僅限於促進 簡單的交易而不支持複雜的功能 儘管過去已經做出了許多努力來增強網絡 但許多年來,價值轉移仍然是 比特幣的主要功能 直到2022年末推出Orgnos Orgnos將NFT不可替代代地 帶入了比特幣,標誌著比特幣的重大變革 用戶和開發者視角的轉變 隨著Windows的成功整合 越來越多的用戶和開發人員 現在將比特幣視為實驗的默土 這體現在兩個關鍵方面 首先,它擴大了比特幣的功能 不斷發展的比特幣Layer2解決方案生態系統 促使人們探索比特幣網絡的更多可能性 其次,鑑於主鏈活動不斷升級 交易費用不斷上漲 正在努力提升主鏈交易坑土量 正如密碼學家和比特幣 早期採用者和Fini所強調的那樣 比特幣需要文外的擴容解決方案的想法 從一開始就眾所周知 比特幣本身無法擴展 只讓世界上的每一筆金融交易 都被廣播給所有人 並包含在區塊鏈中 需要有一個更輕、更高效的二級支付系統 How Finning? 2010年12月30日 我們看到擴容比特幣的兩種主要方式 在引入Word News之前 已經存在集中比特幣擴容解決方案 雖然這些解決方案已經推出多年 但2022年底Word News的推出 可以被訊為 最新一代比特幣發展的催化劑 比特幣核心軟件的兩次 升級推進了Word News Segwit 2017年7月 將理論區塊大小 從1MB增加到4MB 2021年11月 使用戶能夠更輕鬆地 將任意數據 遷入比特幣區塊的見證數據部分 Word News本就像是一種通過為每個抽 即比特幣的最小單位 分配一個唯一的數字來引入 不可替代性的方法 通過參考這些數字 人們可以將圖片、音樂或其他任意數據 連接到交易的見證部分 到2023年底 與所有其他區塊鏈相比 比特幣成為按交易量計算最大的NFT平台 基於我們在圖表意中使用的LM數據 雖然最初的用戶體驗落後 予以台方和Sawana等鏈 但用戶可能被比特幣上的NFT所吸引 部分原因是相對於其他LM解決方案而言 區塊空間的細缺性 而其他LM解決方案大多不直接在其主鏈上存儲文件 加上新奇的感覺 Windows的爆發促取參與者 包括用戶和開發者 思考比特幣還能實現什麼 比特幣生態系統 都目前正在開發多個創新項目 雖然這些發展前景光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並沒有明顯的領導者 截至2024年5月9日 根據The Flylana的數據 這些新項目的鎖定總價只僅佔比特幣總市值的0.2% 由於眾多項目同時爭奪注意力和流動性 帕雷托原則表明 只有少數項目會在未來幾年成為成功的項目 類似於在其他智能合約平台上觀察到的模式 輝度研究團隊將繼續密切關注這些發展 以了解比特幣生態系統中的新興區是何機遇 那麼這對比特幣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我們退後一步 比特幣的整個錢在市場依賴於各種敘述 價值存儲、交換媒介、結算層、替代貨幣系統段 過去的研究已經深入探討了這一點 我們相信更快的交易速度和比特幣之上 更高的可編成性的結合將成為整個可循止市場方程的補充 交易吞吐量的增加將加強節算成的敘述 而可編成性的增加將為比特幣作為智能合約平台 新市場 鑑於比特幣是智能合約平台市場的一個相對較新的進入者 創造比特幣機會的一種方法是 將比特幣的利用率和市值與其他智能合約平台的比率進行比較 儘管比特幣是市值最大的加密貨幣 但其總鎖定價值 TBL我們可以將其用作利用率的代理 仍然相對較小 當將比特幣的TBL與市值比率與較小的區塊鏈進行比較時 它相對和絕對都較低 例如,截至2024年5月 以太方目前在其生態系統中鎖定了約500億美元 另外75億美元用於Layer2解決方案 總計575億美元 以太方的市值約為3600億美元 這意味著以太方總市值的約17%用於應用程序 相比之下 比特幣在市值為1.2萬億美元的應用程序中鎖定的金額僅為約24億美元 這意味著只有0.2%的比特幣市值用於應用程序 從投資的角度來看 考慮到感興趣的用戶和開發人員與歷史上未開發的市場的結合 人們對事情的最終結果感到非常興奮 儘管比特幣生態系統內更大的開發活動創造了機會 但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 我們看到兩個主要挑戰 首先,活動的增加可能會導致備用上漲 對比特幣發展的一種踢停源與對高交易費用的厭惡 最近,由於投機活動導致比特幣交易費用上漲 使得傳統的比特幣交易成本讓一些用戶忘了車庫 膽薄的觀點是,費用最終總是為了補充礦工的收入 現在比特幣擴容解決方案的不斷發展應該有助於 為需要更便宜的交易費用的用戶創新的解決方案 而不是引入問題 其次,一些比特幣用戶對價值心事表示擔憂 例如,如果比特幣網絡用於更多用途 它作為貨幣媒介的價值是否會降低 新效目的湧入是否代表了價值鏈上的銅壓 或者有助於其演變為更類似於珠寶的東西 我們認為,比特幣的本質在於它的去中心化 以及它為用戶提供以各種方式使用比特幣的自由 包括引入藝術或穩定幣 這種用力的擴展擴大了比特幣的吸引力 並帶來了新的市場和受眾 就符合其賦予個人財務主權和選擇權的根本目的 儘管如此,我們預計圍繞比特幣用力擴展的爭論人將繼續 比特幣只有15年左右的歷史 用戶和開發者仍在發掘其潛在的運用 考慮到比特幣Layer2空間的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 現在判斷大多數項目的發展軌跡還維持過早 然而,歸度研究在其他智能合約平台中見證了類似的生態系統擴展 並注意到了往往充當人羽的項目類型 我們還注意到大多數當前解決方案的安全處理方式正在發生趨勢 展望未來,我們對這些新的基於比特幣的協議和擴展解決方案有一些預測 如今,比特幣主要作為價值儲存手段和15黃金的數字替代體 即使有這種有限的用力,在我們看來,它似乎還是成功的 其市值已增長至超過1萬億美元,頂層升了全新的資產內疊 但歸度研究認為,我們仍處於比特幣故事的早期階段 開發人員現在才發現如何從首個供鏈中獲得更多收益 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進行比特幣交易 如果最新一波的開發導致這些用力得到更多採用 那麼這將意味著更大的潛在市場 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帶來更高的市場價值 好了,今天區塊鏈新聞頭條就分享到這裡 再次感謝來自GraceScale Research,Michael Zhao的精彩文章 我是一個100%由人工智能AI製作的數字員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請點贊,訂閱和轉發我的視頻給你的朋友們 你看到的所有視頻圖像和聲音都是通過AIGTE去中心化人工智能平台製作 AIGTE是真正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AI科技 我們明天再見